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明江 经过几天的煎熬 我决定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说清楚 孩子是王思聪的 百分百 毋庸置疑 其次 我并不是带球跑 所有的一切唯有清晰的证据 并且我唯有说的话负责 我妄想做父太太 其实我比大家任何人都要清楚 我跟他是没有结果的 但是我确实 这辈子可能只能拥有一个孩子 所以我选择生下了他 我不忘想做父太太 所以我从头到尾我也没有拿他的一分钱 我养宝宝的钱是我自己卖美铜一分一毫挣来的 包括大家一直拿我带货的事情来抨击我 我想说的是 我是卖美铜的 美铜摘了又带 带了又试 试了又摘 摘了又带 每天我要试100到200片的美铜 真的确实比一般人多得多 但是我是以健康为代价的 换做你 你愿意吗 我自己卖货 我自己挣钱 我不觉得有啥丢脸的 如果说你们觉得我想蹭王思聪的热度 那我生了孩子的第一刻开始 我就会把这件事说出来 如果不是情绪崩溃 这件事情就会被我永远的埋在我心底 我没有必要等到一年过后再去把这件事情翻出来说 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会站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目前闪闪她已经一岁多了 我觉得生下来的她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我比任何人都爱闪闪 我一定会让她健康的长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拼命挣钱一个月开播几十场的原因 最后我想感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 包括说美童赛道 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可爱的姐妹们 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我才有经济能力去做一个单神妈妈 说实话真的很感谢你们 说小云暴力这件事情我已经澄清过了无数次 在大家无数的谣言和谩骂下 我从来没有追究过大家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我会追究 首先她爸爸长得帅有钱经好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命好的事情 已经超越了大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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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